北京时间9月22日19点35分分 在2017赛季中超连在第26轮的一场比赛中 中超领头洋广州恒大客场2比2占平重庆当代立番 与上海上岗的积分差距缩小到4分 在中超连在还剩4轮的情况下 争观悬念变大了 虽然未能客场全取3分 但高林的两个进球还是帮助广州恒大拿到了1分 如果没有这1分 广州恒大与上海上岗相比只有3分的领先优势 高林时隔436天之后再次在正式比赛中没开2度 其中有一季克林斯曼式的投球破门 又一次在广州恒大困难的时候站了出来 高林有时候一场比赛多次浪费进球机会 但有时候在一场比赛中射门命中率很高 状态起伏比较大 在这场广州恒大客场与重庆当代立番的比赛之前 广州恒大领先排名第二的上海上岗6分 一旦本轮上海上岗赢球 而广州恒大输球 双方的积分差距就只剩下3分了 广州恒大实现中超期连贯的难度就会增大 本场比赛高林与阿兰高拉特两大万元都首发出场 原本经常在比赛中完成进球任务的阿兰和高拉特 本场比赛都没有取得进球 第16分钟广州恒大就陷入了不利局面 郑耀荣的直接任一球破门让重庆当代立番一致林领先 不过12分钟之后 阿兰边路转身过人弧线球穿中高林愉悦投球攻门得手 这季进球颇有当年金色轰炸击克林斯曼的风采 绰号高林斯曼的高林又一次展示了自己的投球威力 场上比分被改写为1比1 广州恒大翻评了比分 第60分钟广州恒大反超比分 广州恒大传中邓小飞击球不远 李学鹏的球送出弧线球穿中 高林不停手直接凌空推射破门 广州恒大2G1领先 高林打入个人本赛季第8个进球 中超总进球数达到75球 上升到中国顶级连赛射手榜第6位 如果广州恒大本场比赛防守质量好一些的话 或许高林的两个进球可以让广州恒大带走3分 本场比赛高林全场共有三次射门 其中两次射阵打入两球 高林这场 在本场比赛之前 高林本赛季的进球效率不高 在前25轮中超比赛中出场24次打入6球 在高林取得进球的这6场比赛中 广州恒大四胜一平一负 同样是本土游秀射手的代表 上海上岗的吴雷以17个进球战时排名2017赛季中超连在射手榜第三位 是2017赛季中超连在射手榜前十位中唯一一名中国球员 相比之下高林的进球效率就比吴雷低多了 目前以8个进球排名2017赛季中超连在射手榜第十八位 不过高林经常能够在广州恒大困难的时候站出来 扮演就是主的角色 本赛季中超连在第四轮 广州恒大主场迎战广州福利 在这场广州得比中广州福利差一点就以2比1战胜广州恒大 让广州恒大主场落败 但高林在全场比赛上停补时阶段投球破门 帮助广州恒大拿到一分 高林上一次在正式比赛中没开二度 是在2016赛季足协杯四分之一决赛 第五轮首回合广州恒大作证主场迎战北京国安的比赛中 高林在这场比赛中第九分钟和第39分钟各进一球 帮助广州恒大主场2比1战胜了北京国安 距今已经过去了436天 高林上一次在中超连赛中没开二度 则是在2016年4月24日 当时广州恒大在2016赛季中超连在第六轮的一场比赛中 客场4比0战胜了天津太达 虽然相对于高拉特阿兰等万员来说 高林在进球方面的表现不够抢眼 但在高拉特阿兰无法成为广州恒大关键先生的比赛中 高林往往能够站出来 拯救广州恒大 换句话说 有的时候高林在一些广州恒大的比赛中比高拉特阿兰更管用 虽然高林近年来的进球鼠比武雷少了很多 但高林对于广州恒大来说比较重要 有的时候能扮演戏兵或者救世主的角色 这或许就是高林在球场上的价值所在 李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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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